欢迎小朋友们回来 继续为小朋友们讲 小熊猫学木匠 话说离开长颈鹿一家的小熊猫 它继续往前开 这个时候呢 它经过了一片水 还见了自己一身 咦 它一看 这儿不是大象伯伯的家吗 门口怎么这么多的水呀 啊 水是从屋子里流出来的 就在这个时候 大象伯伯的歌声 从屋里传来了 淋淋水哗啦啦 长洗澡 真开心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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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到这儿停了 大象伯伯疑惑地看了看澡盆 诶 这个水都跑到哪儿去了呢 小熊猫好奇地 敲开了大象伯伯的门 它一看 啊 大象伯伯的洗澡筒 有一个小漏洞 水呀 都从那个地方跑了出来 小熊猫说 大象伯伯 您的洗澡筒漏了 大象伯伯嘻嘻一笑说 哎呀 真是 糟糕 这一下 我洗不成澡了 哎 您先别着急 我可以帮您修啊 我是小木匠 保准能给您修好 说干就干 小熊猫打开工具包 拿出锯子 锯了一条新的木头 把大象伯伯洗澡筒上坏的那一条给剃了下去 行了 小熊猫擦了擦头上的汗 哎哟 小熊猫 你可真棒啊 了不起 了不起 大象伯伯竖起了大拇指 大象伯伯 现在您可以痛痛快快地洗澡了 大象伯伯用自己的大鼻子拧开了水龙头 嗯 这下没问题了 小熊猫看到这扭伸就走了 刚走没两步 忽然两股湍急的水流 朝它喷了过来 差点把小熊猫冲一个跟头 它扭头一看 哎呀 大象伯伯 赶快关水龙头 你的筒啊 还在漏 说完 拿着毛巾 堵上了那个漏洞 哎呀 原来呢是木板上还有两个缝 这可怎么办 没关系 我还能修 他又拿出锯子 锯出了两个小木条 拿出锤子 当当当 当当当 把两个小木块凿了进去 可是 这两个小木块呀 像专门跟它作对一样 凿进了这个 那个跑出来 凿进了那个 这个又跑出来 根本不听话 小熊猫使出浑身的力气 棒 一锤子下去 只听见 哗啦 呼 这下好了 大象伯伯的木头洗澡桶 彻底地散架了 水流了一地 把小熊猫浇得就像落汤鸡一样 小熊猫委屈地哭了起来 大象伯伯苦笑道 哎呀 小熊猫啊 我看 这一下 你是修不好了 回去叫你的爷爷来吧 嗯嗯 好吧 小熊猫说着就往外走了去 小熊猫 停一下 停一下 小熊猫停一下 停一下 正当小熊猫心急活疗往家赶的时候 树上跳下了三只猴子 拦住了小熊猫的去路 猴子对小熊猫说 我们猴子爱吃桃子 许多桃子装进箱子 奇怪呀 没吃桃子 少了桃子 箱子有洞 老鼠偷吃 小熊猫眨了眨眼睛 终于听明白了 原来呀 是箱子上有一个洞 哦 不就是补上这个洞吗 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他拿出工具 拿了一小木块 补在了洞上 当当当当 又开始敲 没两下 咕噔 木块 掉进了箱子里 这样 到箱子里面去敲 小熊猫 撬开了箱子盖 也没有把箱子上的钉子拔下来 自己就钻了进去 他在箱子里面 当当当当当 又一通敲 忽然 哗叉一声 带着钉子的箱子盖 落了下来 小熊猫关在了箱子里 对不对 小熊猫在里面 急得直蹬脚 快点放我出去 快点 快点想想办法 这些猴子们 有的拿锯子 有的拿改锥 他们撬了半天 把锯子都撬断了 也没能把箱子盖撬开 哎 没办法 抬着箱子 去找熊猫爷爷吧 他们来到小熊猫的家 爷爷问 这 这是怎么了 小熊猫 他特别的热心 他帮我们修箱子 一不小心 三只猴子争先恐后 结结巴巴地 讲起了事情的经过 爷爷 爷爷 我在这儿呢 赶快把我放出来 啊 原来 把自己盯在箱子里了 这是跟谁学的本领啊 爷爷听到这儿 不禁笑了起来 当爷爷把箱子盖撬开 小熊猫满头大汗地出来了 垂头丧气地坐在它坐的那个小板凳上 还没坐稳就听哗嚓一声 小板凳散架了 小熊猫摔了大大的一个屁堆 这一跤摔疼了吧 爷爷笑咪咪地扶起了小熊猫 爷爷 都怪我 太粗心了 没有把本领学到家 小熊猫摸着摔红的屁股 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从此以后啊 他干活再也不马虎了 认认真真地跟着熊猫爷爷学木匠活 成了远近闻名的小木匠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 一起来收看